欢迎收看愤俗透 在澳洲惹上性侵女子官非的中国艺人高云祥和制作人王金的案件的审判 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高云祥和王金事前强迫澳洲女子口交和止清的案件 发生在2018年3月份 案件在2019年1月份开审 因为高云祥和王金都坚决否认有罪 于是案件押后到2019年10月开庭续审 长达一个月的审讯 可以说是一场攻防大战 女方以受害者的姿态在案件送审初期得到了社会的高度同情 但是在2019年10月份的密集审讯阶段 高云祥的辩护律师成功让案情出现了转机 对女方不利的关键疑点有两个 首先女方报案之后接受医生检查 向医生表示口腔和阴道口都受到了侵犯 医生帮她检查了口腔 没有发现不正常的迹象 而女方以正处于今期第五天为理由 拒绝医生检查阴道 因此医生始终无法证明 她是否有被强迫进行性行为 第二个不利女方的疑点 事发当天女方的老公因为生病早早就给她发短讯 一直到凌晨都还在尝试联系女方 但是女方一直没有回应 试问自己的老公生病了都不管 选择在外面应酬 这是什么态度 这个疑点对女方非常不利 至于对高云祥最不利的证据就是 饭店的CCTV证明 高云祥王金恒女方在房间待了36分钟 36分钟哦 可以做很多事情哦 而且事发之后 由于警方在房间内发现了血迹和精液证据 并证明和高云祥的DNA吻合 请问没有激烈的动作为什么会流血 没做那回事也不会留下精子对不对 加上女方身体 左膝盖 左腿和右腿都有余伤 法庭在案发初期就曾经一度 以证据确凿而不让高云祥保释 这些有力控防的证据让高云祥无处可躲 也直接导致了一直硬称高云祥的老婆董璇 在今年3月坚决和他离婚 现在根据澳洲的法律 面对7项控状的高云祥 和面对11项控状的王金 两人是否有罪 是由12位民众组成的陪审团 针对每一项罪名来投票判定 12个人之中 必须有至少11个人 一致认为你有罪 你才算有罪 而陪审团在11月29号审讯结束之后 商议了多天 依然无法针对任何一项控罪达成一致 可以见得这一宗性侵案 从一开始 一面倒对高云祥不利 经过审讯之后 反而让陪审团出现摇摆不定 这一点肯定是对被告放的高云祥和王金有利 只不过高云祥和王金要逃过总共18项的控罪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因为婚内乱搞事 高云祥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渣男的形象了 不管事件结果如何 伤害已经造成 警惕全天下的男人千万要自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